送你小课堂 这一刻绝对让女生看了沉默 男生看了流泪 什么送T恤刀 球衣球鞋 这些在我看来都是 迷迷操作 不值一提 逢姐教你这三招 绝对反套路 真身难忘 留给各位姐妹的时间 已经不多了 赶快准备起来 第一送花 这个男人他这辈子 可能给无数的女人送过花 但是大概率 没有收到过女人送的花 你就准备一束花 要蓝色的并且说 亲爱的 你知道为什么 送你蓝色的花吗 用蓝色是蓝 因为我爱你每天 没有男人招架得住这招 并且会觉得 这个女生太温柔 太特别了 立刻沦陷 就算以后分手了 只要她送别的女人花 也会想到你 够不够终身难忘 第二招送红糖 不管你是红糖水 红糖罐 还是红糖冲剂 都可以 女生不舒服的时候 男生大概率会说 多喝热水 懂事的男生 或者你说 多喝红糖水 红糖水又不是女生的专利 男生也可以喝 因为这个玩意儿 真的没什么用 你送她的时候 就可以和她说 累了 乏了 来一杯 暖心 又暖胃 这种逆性别的关怀 男这辈子没体验过 绝对 收客 更绝的是什么 送葱 最好是送咱山东大葱 比人都高 要是没那条件 就送这种普通的大葱 最好是520克 那要520克 吃不完就浪费粮食了 拿着这520克的大葱 温柔的对她说 亲爱的 我想和你从金葱到白头 是个男人都抵抗不了 你这无处安放的魅力 他会开始畅想和你的未来 甚至连你们的孩子叫什么 都安排好了 是忘不掉了 忘不掉就可悲伤 如果这个男孩刚巧 是山东的 并且还是咱大曹县的 那这个礼物绝对送到新坎里 听冯姐一句劝 曹县男孩 你得把握住了 现在的节日那么多 其实送礼物呢 并不是看他贵不贵重 而是看这个人用不用心 最重要的就是心意和心意 如果你还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或者建议的话 赶紧再评论